- 各位同工,大家好,我叫Joyce,代表HKCC,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們日常工作的做法 主要來說,很多不同的工作在我們身上發生 今天見到很多同工很開心,也見到我的同事,Tony,他也是一個計劃主席 我在HKCC做的計劃主席的角色,其實是很多樣的,除了組織之外 其實你想像到的工作,我們也有包括的 我先自我介紹,先介紹我關於組織的工作 這個是我,其實你去HKCC的網頁也會看到我們的計劃主席的樣子 其實這也是認識,或是讓學生認識我們的第一步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HKCC的學校,其實它是提供的 競爭亦很大,你可以想像到學生是很緊張他們升學的 不過大家可能同工都有經驗的,學生其實關於資訊 其實可能是很有限的 今天最主要來講我,也講我分享日常工作的一些經歷 希望拋磚引玉,幫助大家一陣子的議題 去探討一下我們未來的整個系統 究竟有些什麼我們可以做 因為剛才我都跟Dr.Jang,以及其他同工 剛才在閒談的時候都學到很多東西 整件事都很有意思 不阻礙大家的時間,你可以看到 左邊這裡,其實基本上就是我們計劃這大的工作 剛才Dr.Jang也講到,其實我們學院 或者其實在我們這個行業 很少有一個叫做articulation officer 的崗位 如果在說我們assault degree level 其實那個工作會是academic staff 和admin staff 去到分工的 剛才同工也講過了 admin staff 他其實背後的office 其實都會有一張credit transfer 或者有一個經驗的習得 在當中去到關於這些部分 但我實際上究竟怎樣做呢 我相信我小小的經驗 其實未來真的有很多的發展空間 先講一下我的工作 我們academic staff 很多同事 都會加入這個program的工作 作為一個科目 課程的統籌 我們同一時間都是一個科目的統籌 我們都要教書 一個同工可能教兩至三科 我比較幸運教兩科 大部分時間 我們都會在課程中去到工作 你可以想像到課程中的工作 一定會包括admin 也包括學生 我今天最主要講學生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同一時間我們會有個崗位叫做academic advisor 名字很好聽的 academic advisor 關於學術上的東西 我們當然也會回答 包括剛才說到的credit transfer 或者我們articular到大學 究竟那些學科 究竟等不等同 或者其實他有多關閉 之類 我會再多說和大學那邊 聊 但另一邊商 除了這方面的分享 和學生的交流之外 其實一些情感的支持 包括SEN 大家都知道 其實SEN的學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覺 其實在我們的界別 越來越多 這也是因為我們的教育政策 說的是共融的教育 或者各樣 其實在近年我們接觸這些學生 其實我們需要給他們的回應很多 你想想 其實一個program leader 他要接觸的東西 其實真的很多很多 同一時間我們也會做一個的 公開 因為我們都是自知的院校 當中你也會見到的工作 今天就是時間所限 因為我知道也是只有十分鐘的時間 我想集中講一講 subject registration 的一個分享 在我們學院裡 其實一年都會有一兩次 去一些類似教育的時間 會跟學生去相處 去跟他們分享 其實你選擇 subject上 究竟有什麼要注意 那些要注意的地方 當然就是 他其實究竟 學生的能力 有哪些 subject 對於他來講是有利的 因為在講升大學 以至到他將來去到就業 所以其實 考慮的點子很多 為什麼我會講這麼多這些情況 給大家去到知道 或者其實大家都會平時工作的時候都知道 你可以感受到 學生要決定 那兩年之內 或者每個學期 四個成本 每個成本 他要下的決定 都是他不可以覺得有後悔的空間 他其實很需要人幫助 所以其實 我想 無論是學生的同事也好 或者什麼同事也好 給他的資訊 其實對他來歷各行很重要 因為我稍後 其實也有一點反思 因為為了準備 我很開心 其實今天 能夠來到當中 拆開一點點說 因為我也是其中一個被訪的 program leader 我記得 那天 Janice 好像訪問了我一個小時 但其實裡面有很多 reflection 我自己也學習了很多 以至到剛才我聽大家去到說 拆開了一點點 不好意思 這些地方其實很多位置 我相信大家同工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那為什麼說這件事情呢 其實回到學生的部分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感受是一張白紙 你想想 他從中學過渡到大專的階段 其實他經歷很多很努力 他人生去考了第一個DSE的事 他有理想 可能touch wood 失手或者各樣 他要下來 他要收集的資訊 他很靠別人去提供給他 但同一時間 寫一個老師 面對學生都會想他成長 所以其實 剛才好像也說過 如果要申請 credit transfer 要學生先舉手 其實這個從教育的角度 我自己微博之見 我覺得是需要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要知道他自己究竟 他讀過什麼 他究竟讀完將來 對於他將來的 program 究竟的銜接 或者關係在哪裡 讓他更加認識自己 這些都有很多思考 拋磚日就說幾句 最後這一張小小的 slide 都有一點反思 純粹我個人的反思 可能當中有些未必成熟的地方 純粹一些感受 第一件事 我想 resources 是很重要的 因為 self finance institute 真的是很 competitive 而我們每個同工 無論是文職的同事也好 或者是教職員的同事也好 其實我們真的要很清楚知道 究竟我們的 program 發生什麼一回事 他有多少 subject 其實我的 program 我真的學了很多年 因為我的 program 是最彈性 我的 program是文科科學士 他的賣點就是彈性 因為其實那些 subject 或者是個 program 未來也是的 會有很多 令到學生去認識很多東西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課題 所以其實我們管理的 學生的認識 他未來的職業及專業 以至到學術的發展 究竟他的才能 如何發展 這些資訊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回到今天的課題 無論是 credit transfer 也好 或者他對課程中 他專業將來發展 也好 在這兩年的階段 時間是很有限 我們如何有系統地 讓他知道呢 這個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部分 另外這個我也很想說 其實是我們學院 一個挺好的 practice 其實每年我們 program leader 生活都是很豐富的 大家想像到 我們要教書 剛才也說過 教兩至三科 要 marking 我們現在都在 marking 然後一月之後 你又傳到 去到暑假的時候 我們收生之前 或者收生之後 其實都有一段空蕩的時間 但這個空蕩的時間 生活都是很豐富的 我們會聯絡大學 對了 Tony也知道 我們會聯絡大學的一些夥伴 其實都是同行友好 去到跟他們有一個交流 我們會做一些問卷 訪問些什麼 大家可以想像到 但看上去就是 我們的學生在你的學校 即是我們畢業的學生 在你的學校 他們究竟是怎樣的 譬如中英文 你覺得他怎樣 或者就著那個專業學科 你覺得怎樣呢 那些這樣 那 那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那 那 為什麼呢 其實 我其實在那個訪問裡面 都有分享過 回想 是一個很困難 很 怎麼說呢 不是平時那個環境去到談 有很多事情 可以談到出來 那這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 不錯的部分 那第二個 其實 那個 因為都做了很多年 讓我們分辨的方式 就是說 我會提到 這是一個公關的認識 但是如果你們分辨的運動 當然 我們看到 在於 某些稅務所謂的 我們事件 他們應該去看 但是我應該去看 無論是否負責的同事也好 其實我們都要裝備好自己 或者我們要理解 究竟這件事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這些都是我覺得 可以在未來 可以我們 我們再去成長的地方 作為 program leader 少許的分享 最後這些都是 為了今天的 talk 都去到學習 我發現其實 最後那幾句 其實我本來想用這個 去做一個 conclusion 但不知為何這一刻 突然想到 connect 那個資訊 connect 由學生去到老師 去到文職的同事 至到院校或者院校之間 那個connection 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connection做得好的時候 或者大家都知道 甚麼一回事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我覺得都可以去到事本功倍 但待會那個 discussion 大家都可以去到share 多些少少 跟大家去到學習 我今天分享是這麼多 這四個E 都是總括我剛才說的 resources 我們要efficient 我們手上究竟有些甚麼呢 effective 我們自己做得好的時候 其實都是老師 去推動自己向前的地方 其實都是老師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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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